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浪发生台 今天我们出来做什么呢 众所周知 澳门的地方这么小 基本上除了赌场和澳门的官方景点 基本上没什么地方可以去 尤其是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都是穩住在澳门的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过的 以及这个疫情对大家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let's go 大山巴 旅游景点都可以 有空过去逛逛 我最喜欢就是行水塘 只要是去大山巴 不是黑沙环那边 逛逛这样 其实没什么地方可以去 其实没什么地方可以去 因为我自己有小朋友 可能就和小朋友去一下公园 可能走一下山 去一些户外的地方 可能去一下酒吧吧 那些酒吧都蛮有特色的 其实现在越来越开得越来越多 那最近开张的当期有没有去一下 疫情太多人都不敢去 想去然后有很多人 那条队太长了 那上普京那些地方呢 还没去 去了智座山 其实去了的 但没有参观的 只吃了智座山 那你应该有看过 里面是有个空中飞人 那些有没有兴趣的 迟一点有时间都会去的 其实都有兴趣的 不过现在疫情 我们尽量都不去室内的地方住 都是去户外围住 可能那些两个星期安全点 那我们就会选择去室内的地方 在家打机 又有时候出来跑步 就是打机打这么久 都是没见过的 打机会染就不叫打机啦 之前都是这样 原作不都是这样 原作不都是这样 在家 家里有没有什么状态 上网那样 看看电视 我自己就很幸迷没有受影响 都知道很多人都比较困难 真的很感恩我自己 没有受影响 还可以有工分 那你是做哪一行的 我是做政府工的 之前政府工 都好像有过一段时间停工的 停工是我们再加工作 其实都不关我事的 迟一点我就想去加拿大那边 即是我那边有个亲戚 他有儿子就想结婚 即是去参加他的婚礼 是的 没错 想去日本那些去玩一下 为什么会去那边 那些东西好吃 有但吃 可能我们会带小朋友 去一些近一点的亚洲地方 因为其实他出生了这么久 都没大过他旅行 是的 今天 去回中国地多 去亚洲 即是就不会去得完 因为小朋友还小 对其他人肯定有影响 但是我喜欢打机 我喜欢打机 影响其实都挺大的 很多时候你说想去哪里 都还要做些核仙 这件事我觉得很不方便 我去哪里都还说要那个健康 至少出门要戴口罩 比较麻烦 还有很多地方都有限制 其他国家都去不了 这些 最大的就是我们相职家庭 但是小朋友就停货 接着我们请不到家庭 现在又不开关 我想很多家长都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有停货 接着我们又要上班 又请不到好的工人 真的很吃力 可能要请家长辈帮忙 但是他们年纪都大了 都不是长远的办法 这件事很头痕 好了 今天的访问就到此为止 今天就访问了四位澳门的市民 在疫情的期间 大家都是在家做事 照小朋友 或者是打机的 哎 那真是 很闷一样 大家都说这是很闷 那如果大家还知道 澳门有什么地方好去的 记得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有机会的话 疫情过了之后 就带大家去玩 但是如果真的不幸 遇到疫情的话 大家都应该立刻配合 政府的防疫工作 好了 那下一集再见了 拜拜 我们很久 每周都会定期推出 不同的资讯系列 记得赞好我们的专业 YouTube频道 和微信影音号 2 5 5 5 9